當然因為因應大數據的來臨 然後當然現在除了大數據分析之外 其實又多了AI 所以當然我是把AI當成大數據有點像2.0 因為假設你要產生AI這樣的一個應用的話 沒有所謂的大數據其實也跑不出來 因為其實你會說那為什麼像CHARGP這麼聰明這麼厲害 主要當然它背後是有非常龐大的一個資料量 它才有辦法從中取得一個比較好的結果告訴你 可是如果它背後沒有這個所謂的大數據 那說真的它最後也是沒辦法work 因為它資料量不夠 所以前提我覺得還是需要有一個data 當然這個演進過程不是憑空出現的 它可能漸進的 所以在那個大數據分析之前 其實還有一個所謂的雲端運算 有沒有 把資料還是要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目前的AI它走的還是在雲端上面 不過慢慢好像 因為雲端運算畢竟還有一來一往的問題 就是你要把問題丟上去然後再下來 可能中間會有個時間 但已經很快了 那如果還不夠快的話 其實甚至現在慢慢走就是 你電腦本身就可以運算 所以現在有一些所謂的AIPC 就是說你自己本身就有算力了 但那個算力跟Server比起來其實還是很慢 可是至少你是可以跑的 也可以分散一下 所以現在慢慢可能要走分散式的 你自己電腦本身就可以跑AI的 OK 那所以呢我們前一次上課總共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這個九十八表 請各位做一個九十八表 九十八表部分的話 可以用一個公式去把它產生 那另外除了用公式產生之外 我又講了兩個函數 一個叫Column函數 一個叫Raw函數 那顧名思義 Column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藍 所以如果你現在儲存格在哪一藍 它會告訴你 然後你在哪一列會告訴你 所以如果你用Column跟Raw的話 其實可以產生1到 就是 比如說像這樣 我們開一個Excel 如果你要產生那個 九十八表的話 那之前我們的做法是 直接在上面加上1到9 比如說我這邊加1 1到9的話是 我們可以從B開第一個 然後向右拉 按Ctrl鍵 那麼1到9 多一個 OK 那這邊的話一樣是1到9 那我們B開第一個 不然這樣才有重疊的地方 所以這個 當成是 不 這個是前面的被乘數 乘上這個是乘數 最後的乘七 所以我們之前有講過等於什麼 就是先給公式的話等於這個 然後 這一個 先這一個 然後再乘上 乘的話用X 就是串接嘛 就是and and 前雙以後 加一個X 我們先用X來代替 小寫的 然後再and and 這個 這個是被乘數 這個乘數 最後的話再加一個等號 等號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是 and一個等號 前後一定要雙以後 然後再and什麼呢 再把兩個相乘的結果 這個 乘上 這個的結果 把它乘出來 按個打勾 這樣的話就出現了 當然如果你假設要向下向右都OK的話 那記得喔 你要鎖第一列跟鎖A欄 所以記得不會動的部分 就加一個淺的符號打個勾 那這樣你就把它向下 有沒有 向右 它就自動呢 全部就完成了 有沒有 但是記得喔 你如果這個淺的符號給錯 結果一定會失敗 有沒有 所以這個我們就是 上次的那個練習題啦 OK 那我們如果假設才敢 另外第二個 這個是用那個鎖定的方式來做 那假設你說老師 我如果不要用鎖定的方式 我希望把它改成Column跟Rod的話 所以喔 第一個這個是用這個 改一下這個名稱 今天就把上禮拜先複習一下 那我們也會再做其他練習 這個用鎖定的 然後呢 請各位再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拖拉加Ctrl鍵 那這個用什麼 用Column跟Rod 所以這邊的話就用Column 那你可以改一下 Column Column andRod 那如果說呢 我希望喔 不要用鎖定的 前的符號 我希望把它改成用Column跟Rod喔 欸 那這個公式要怎麼下 其實這邊就要把它delete著 如果用Column跟Rod的話 首先當然你 前面這個是 前面這個應該就是 指的是它哪一列嘛 所以如果你假設插入 如果我的概念 如果要轉換的話呢 第一個 你要查閱參照 那因為我要先知道它哪一列 所以你可以查閱參照裡面 它有一個函數叫Rod Rod的話 指的是它現在在哪一列 它要返還結果呢 直接按確定 後面不要給參數 它會告訴你現在在第二列 所以你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變成2 3 4 1到4 欸 不過你說老師不對啊 我要的是1啊 那你可以什麼 把它減1不掉了 如果你把它減1之後的話 那不就1到9 但你說老師那我向右拉的話 怎麼樣 還是1到9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Rod呢 它不會去管你在哪一籃 只會管你在哪一列 所以有沒有 它現在在第幾列 我把它減1 所以變1到9 那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要產生一個公式喔 結果跟剛剛一樣 像這樣子 欸 那後面是不是還需要什麼 後面需要這個嗎 這個不就是藍 有沒有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再把這個後面 一樣要串接啦 所以and一個乘號 那我暫時用X 來代替 然後and什麼呢 那後面這個就是它在哪一籃 那一樣嘛 這個b等於得到是2啦 它不是用b喔 它得到的是數字 所以後面的話 直接打好了 and column c o 有沒有你打一個 大概你打col 它就會出現了 就是這一個 你把它點兩下 它會前括弧 你再補一個後括弧 那記得把它再-1 減1的話呢 就表示它在第二籃 對不對 那我減1的時候呢 它就會變成1 有沒有 就等於是1 那如果你打col 你有沒有1乘1 有沒有 後面再補一個什麼 and 兩個相乘的 一個等號 所以一個等號 然後兩個相乘的結果的話 那我偷籃一下 就直接拿前面來複製好了 就把這個公式複製過來之後 然後呢 把這個乘號直接 改成新號 就可以讓 就確定相乘 所以 再來把這個Ctrl C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把它and 然後直接把它 我把它貼上 這邊把它 這邊記得貼上之後 這個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乘號 那它就會真的兩個相乘 按 打勾看看 那這時候會不會成功 試一下 向下有沒有 向右 看結果對不對 1乘1 誒沒錯 誒 誒不對 他們的乘出 因為後面的成績不對 跟各位講 這個應該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有加減 有沒有 它會先算的是先 先乘除嘛 對不對 後加減 所以記得喔 這邊還少了什麼 少了刮鬍 所以要把 好像上個禮拜五一樣 一樣的問題 就是先刮起來 先剪掉之後再乘 所以你如果沒有把它刮鬍起來 它會先乘再剪 OK 這樣應該就對了 打個勾好了 所以再一次 向下 對了 OK 向右 好 這樣就成功了 好啦 這個是 上一次上課的重點 複習一下 你說這個重不重要 這太重要了 如果你假設第一個 你不會鎖定的話 說真的很多資料 你只能夠單次完成 你沒有辦法向下向右 一次就馬上完成 那當然如果你除了說 用鎖定的方式之外 其實也可以配合Column跟Raw 但會比較簡單嗎 好像也沒比較簡單耶 所以你可以斟酌 哪個方法簡單 你用哪個方法 那主要是利用它的定位 它的位置 OK 所以如果假設 你不要 你不想減1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 這個上面的標 那個什麼 1到9一到 拿掉的話 其實甚至你都不需要減的 我們 請會先試一下 把這個重點複習一下 然後 最後我們好像又寫了一個 所以你可以再把這個複製一下 這邊改成VBA 然後VBA的話就是這樣 就這邊喔 Delete掉 那我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呢 就按下去 1到 81呢 全部幫我 輸出到這個範圍 另外一個按鈕就是 做一個清除 那要怎麼做 那請各位呢 試著把這三個 先做做看 畫面呢 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很好